怎麼了 緊張 手機先放翻 警方嘗試攻堅 發現兩名男子躲在廚房角度抽煙 還一臉驚慌失措 似乎不知道自己早就已經被鎖定 蹲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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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雙客是蹲下 兩人一句話都不敢多說 乖乖照做 因為身邊就放著毒品 想賴也賴不掉 這是壓抹的 房子內就放著毒品卡心銅 粉末以及其他粉裝工具 當場人髒具 或通通被帶回警局 而他們之所以會被盯上 全是因為今年5月11號 在台北市文山區 發生的這起死亡車禍 當時一名六群老翁騎機車 停在路口等紅綠燈 沒想到下一秒 被後方白色轎車直接撞上 當場被撞飛 中甩在地 松毅後仍然宣告不治 結論調查發現 肇事駕駛毒品賢客累累 不過不管是車上或者是身上 都沒有搜出違禁品 就怕10天之後 你有檢結果出爐 所有證據都會被銷毀 因此搶先一步進行調查 果然就發現蛛絲馬跡 原來肇事駕駛在案發前 4小時曾經利用通訊軟體 跟無性藥頭購買毒品K他命 並在吸食後開車上路 前方溯源跟監搜證 鎖定竹聯邦清堂和名人會 共組的混合式毒品分裝廠 依據查契幫派首腦楊姓主賢 及其他5名共犯盜案 破獲毒品卡系統 手機 不法所得 咖啡包等證物 全案依毒品毋愛防治條例 過失殺人 公共危險等罪 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 專案小組戚而不捨 最終破獲幕後藥頭集團 還給受害者家屬一個公刀 記起我共犯護客向前往報道